新冠肺炎全球疫情爆发至今已经超过了三个月 而当中呢有一个人经常被提到 因为他的发言非常具有争议性 我们的节目也曾经报道过两次 而这个人呢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秘书长谭德塞 其实呢世卫组织他应该是一个守护全球人类健康的最高组织 但是他对中国的偏袒发言 甚至协助隐瞒疫情不断的遭到质疑 而这个星期美国总统川普他又把炮口对准了谭德塞 宣布暂停捐助世卫的资金 WHO其实他们每年的经费来源 就是会员国家缴交的会费 还有就是自由捐款 而美国每一年给世卫的金额至少是4亿美金 是世卫的最大金主 不过呢当我们追踪世卫的财报才赫然发现 其实美国该缴的会费竟然是没有缴清的 还欠了9900万美元 而川普呢之所以高声在骂WHO 除了因为美国死亡人数位居全球之冠 另一个盘算也许是要借此转移 他这一次防疫不利的种种疏失 也因此呢西方国家这一次呢 完全没有站在美国这一边 而无戏可唱的川普也宣布 美国将展开重启经济的计划了 在年前7月7号 德国汉堡举行的G团体元首高峰会 大股领袖共居一堂 放上任的WHO秘书长唐德塞是东道主 德国总理梅克尔的贵宾 当时满面春风神采入地 领受大合照时 唐德塞就站在美国总统川普后方 距离不到三公尺 合照结束一度和川普 与法国总统马克宏并攻 等于全国会场 通过第二天 他和川普见面参交情 作为WHO首位非洲籍命书长 上任采满一星期 秀和世界列强领袖 平起平坐莫大荣幸 但新冠肺炎让他和川普 一面支援的情谊丢进水底 今天我指导我的官方 禁止世界健康协计 不管世卫在疫情爆发初期 一昧偏袒中国 甚至隐瞒疫情 让美国疫情惨重 川普不但要抽WHO赢根 还要进行调查 健康协计是非常中国类似的 即使中国一直正硬 他那一天还不够 隔天白宫记者会 继续痛批四分钟 杨颜抽炎根 因为美国本是世卫的最大金主 光从今年10.7亿美元的 会员费收入来看 美国以人口与经济能力 来估算分配占了百分之二十二 将近二点三五亿美金 中国百分之十二 会员可以获得有关 全球公共卫生的即时资讯 并共享经验 听到最大金主要出走 秘书长唐德塞 马上在瑞士总部 放低姿态想挽回 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严峻 正处于关键时刻 美方这一决定将削弱 世卫组织的能力 损害国际抗议合作 世卫有难 中国当然要出来相挺 并加码捐款两千万美元 世卫上级单位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兹更说 现在不是减少 WHO资源的时候 澳洲 德国等美国盟邦 也反对川普砍世卫资金 过去一直推动 消除非洲贫穷国家 传染疾病的 微软创办人盖茨 名下的慈善基金会 过去两年对 WHO捐款达到 三亿六千八百万美元 相当于新台币一百一十二亿 仅次于美国 他也发推文说 防治新冠病毒扩散 是为组织无可取代 川普退出国际组织 或反悔国际协议 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这会杠上WHO 评论分析师在找戴罪羔羊 因为美国批评他 防疫不力的声浪 日渐高涨 刚好拿WHO来开刀 川普说要砍经费 但过去几年 美国其实激欠 WHO将近一亿美金的会费 如今说要停止捐助 不免是做贼喊捉贼 还被媒体翻出 1月24号的推文 称赞中国疫情防治 公开与透明 答案WHO过节 各可追溯到2月初 当时已经证实 新冠病毒会人传人 川普下令对中国实施禁航令 唐德赛却跳出来 表示禁航式过度反应 摆明顶撞川普 接着两个月 川普屡次在防疫记者会 批评WHO对中国为命适从 让唐德赛忍不住 高声反击 川普之所以这么大声 也因为WHO去年 共45亿美元的经费预算 除了会费外 85%来自各国自由捐款 自由捐款主要是资助 WHO解决全球医药 卫生问题的专案计划 小儿麻痹就是一个主要项目 虽然在已开发国家将近绝机 但全球每年仍有超过35万人 因为罹患小儿麻痹 造成肢体残障 尤其在贫穷国家 雷尾雪多玛丸的强明区 去年9月爆发大规模 小儿麻痹疫情 是为当时就派出工作人员 协助当地医护为儿童接种疫苗 过去两年 美国缴交WHO的汇费 加上自由捐款将近9亿美元 占WHO总预算的五分之一 一旦美国不再捐助 世卫可能出现资金缺口 包括小儿麻痹疫情在内 各项全球工卫计划可能因此停摆 我认为它是支持的 我希望WHO会继续资金 美国的捐助款项 一再美国不会通过 除了将痛骂自己没权力对抗疫情的炮火 转移到别人身上 川普还想急着要复工 根据川普的计划分为三个阶段 采取渐进式重启 第一阶段是只要新增确诊病例 连续两周减少 民众就能返回工作岗位 餐厅 健身房等公共场所 只要维持社交距离 可以有限度开放 第二阶段则是学校可重新开放 允许医院进行部分手术 以及非必要旅行 第三阶段是尽可能回到正常状况 体育活动以及娱乐场所 在有限度的情况下恢复 虽然美国目前确诊与死亡人数 仍然居高不下 失业人口更创下惊人的2200万 但川普乐观地表示 最快可能在5月1号 就会有29个州可以开始复工 一再强调这项计划 只是指导准则是否复工 由各州政府自行决定 许多州长因此都持保留意见 特别是民主党籍 没想到川普居然暗中使力 从本州开始包括爱达华 佛里达 俄亥俄等州 都有大批支持川普的民众 不过社交距离规定 也没有戴口罩 聚集抗议州政府实施禁足令 尤其是在死亡人数第三高的密西根州 上千民众在首府蓝星市开车上街示威 还有不少人举步调抗议 看到粉丝搞乱防疫工作 川普不但没出面制止 却还发推文要米尼苏达 密西根与维吉尼亚三个民主党籍州长的州民 挺身而出解放各州 结果被痛批助长暴力 根据最新民调显示 不满意川普处理疫情的受访者 已经超越50% 而且数字不断升高 连任之路受挫的川普 才会急着找人背黑锅 甚至鼓动选民借机拉台声势 但防疫优先 人民关天 却以选举为最大考量 对抗疫情的一切努力 恐怕要勤工尽器